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你别浪费钱行吗? 你不赚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你配吗? 儿子歇斯底里的,配合着不懈的神情。 我付款的手瞬间将在原地,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仿佛在打量着这个穿着六年前的祈求外套, 踩着鞋底,坍塌脱鞋的我,到底配不配? 比起丢面子,更让我心痛的是儿子的冷血。 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的起居,硕士毕业的我才做了全职妈妈。 闲暇之余,我拍拍自己的做饭日常, 做成视频发网上,虽然不温不火, 但也赚了点钱贴补家用。 我省吃俭用,生怕亏待了儿子。 最近评论区的姐妹们总是说我穿得太破旧, 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我这才想着给自己添件新衣服。 我已经快三年没买过新衣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这样想。 无论是之前工作,还是现在做全职妈妈, 我都在赚钱贴补家用。 可丈夫林俊只会说,自媒体不是政经职业, 不稳定,也没有上升的空间。 房贷一个月五千,她虽然一个月财政六千, 但她在大公司,还是小组长。 她说,最近自己很得领导赏识, 她有发财的命,很快就要翻身了。 自从婆婆有事没事来住几天之后, 儿子也逐渐这样想了。 她嘴里吃着我做的鸡翅, 还不忘有模有样地指责我。 妈妈你太懒了, 一天到晚不做事情, 就知道吃喝玩乐。 还使唤爸爸, 她宁愿降嘴说鸡翅是买来的, 都不愿承认是我辛辛苦苦做的。 我好不容易剪辑完视频, 累得腰酸背痛。 刚提现收益, 婆婆就迫不及待地伸手 跟我要买菜钱。 我知道, 这些钱她起码要私吞一大半 贴补给自己女儿。 儿子看我起身, 嫌弃地吼我, 你怎么不帮奶奶做饭呢? 天天就躺沙发上, 我揉着酸痛的腰, 痛心地质问她, 那你怎么不帮奶奶洗衣服呢? 我不会啊, 我瞎洗把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她觉得这个家唯一没用的只有我。 每次他们惹我生气, 我最多也就是当个冷面保姆, 继续当牛做马。 过几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的宽容给了他们伤害我的底气。 今天带儿子出来逛街, 他美滋滋地吃着汉堡, 喝着可乐, 却指责我不配买新衣服。 我冷着脸, 将付款码展开。 我自己的钱,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一路上, 儿子都在叙叙叨叨。 你有钱, 你花的都是我爸的钱, 我看你啥都没有, 你就有个颜值。 找到个这么能挣钱的老公, 要不你没法活。 你都这样了, 你平时还管我呢? 哎呦, 我勒个天啊, 你能挣到五千以上我都算你牛了, 这给你厉害的。 我爸才是真男人, 你都不配做我妈。 最后一句话, 让我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他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推开家门的时候, 一股酸臭扑面而来。 昨晚没来得及洗的碗, 还在厨房水池里泡着。 林俊捧着手机刷短视频, 呵呵呵地笑, 里面的漂亮女人搔手弄姿。 儿子冲上去, 一把抱着林俊, 哭诉我方才的罪恶。 林俊抬头骂我, 孩子都懂得道理, 你不懂, 你就不知道节省点吗? 这房子里的酸臭的味熏得我头疼。 我冲到厨房, 泄愤般将碗刷得砰砰响。 儿子一边吐着舌头, 一边得意痒痒。 你看吧, 我们都觉得你不配, 所有人都可以说我, 唯独儿子不能说我不配。 他只知道, 我是个喜欢凶他的疯婆子, 却不知道我为他放弃了一切。 可现在的父子俩, 却让我觉得一切不过如此。 林俊不过就是欺负我是孤儿, 无依无靠。 当年我靠着自己, 艰难完成学业。 毕业后, 我做了点小生意, 事业逐渐蒸蒸日上。 我本来是不打算结婚的, 可年轻的誓言太有迷惑性。 生下儿子后, 一开始死命催着生孩子的婆婆, 却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不愿意帮忙。 请保姆林俊又说花冤往前, 让他照顾, 他说要忙事业。 他说找算命先生算过, 他以后是有钱人的命, 他要把握住。 一句虚无缥缈的话, 让他心安理得地逃避了所有责任, 全家都陪着他做梦。 这孩子就好像是为我一个人生的。 我站在床前, 听着孩子饿得哇哇直哭, 就好像看见了二十多年前, 无父无母的自己。 我是一个妈妈, 这个称呼, 好像就必须让我放弃一切。 我不舍得关了店铺, 遣散了员工。 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 婆婆知道过来懒工了。 只要儿子想要的他都给, 无论对错, 都无底线溺爱。 帮助儿子逃课, 瞒着老师和我, 带他去网吧打游戏。 儿子在学校霸凌其他人, 他反倒去学校胡搅满产吵闹。 这样的畸形教育下, 儿子反倒觉得奶奶好, 妈妈凶。 含辛茹苦这么多年, 只换来了一个白眼狼。 耳边邻俊还在逼逼叨叨。 你跟孩子计较什么? 你看你, 像个泼妇一样。 对, 我生出来就是泼妇, 我结婚前也是泼妇, 不是嫁到你家来被逼成泼妇的。 他一脸鄙夷, 反倒大肚般地摆摆手。 行了, 别在这里上纲上线的, 中午我想吃红烧肉, 早点去做。 儿子摇晃着脑袋说, 对, 你平时做个饭也磨磨叽叽的, 人家杨阿姨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杨阿姨是谁, 但每次要吃大菜的是他们, 嫌我磨叽的也是他们。 是的, 他们动动嘴, 饭菜就能上桌了。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情绪, 反手将碗狠狠摔在地上。 砰一声, 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你知道一道红烧肉从准备到做好, 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吗? 你不知道。 吃完饭, 碗只要我不洗, 放到生区也没人洗, 这是我一个人的碗吗? 我不做了, 你们想吃什么, 自己做。 既然说我花你们的钱, 好啊, 今天起, 我不花你们一分钱, 你们也别想花我一分钱。 儿子被吓了一跳, 缩在林郡身后。 林郡瞪着眼睛, 你有必要吗? 小肚鸡肠, 几句实话听不了了, 实话。 好, 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了, 他嘲讽地瞥了我一眼。 那你不如说离婚好了, 我三十岁, 风华正茂, 离婚了照样找十八的。 你呢? 一个黄脸婆, 你能嫁给我就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气, 离婚? 对, 你怕了吧? 正和我一摔门而去后, 我打车去了本地最高端的酒店。 和牛, 红酒, 黑松露, 全都上一遍。 往日我只会想, 省下这些钱, 能给儿子买多少东西? 现在, 去他的儿子。 我招呼了服务员切黑松露, 我不说停不准停。 看着黑色的黑松露一片片落下, 我的眼眶早已蓄满不值当的泪水。 当初的邻居时不宜贵, 当众求婚才将我求到手里。 可如今对我万般嫌弃的也是他, 打开摄像头, 里面的我满脸憔悴, 眼中早已没了往日的光。 这就是我用青春换来的结果吗? 值得吗? 按下摄影键, 穿着像个大妈的我, 边往嘴里塞牛排边生泪涕下。 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青春, 付出了全部, 到头来, 他们却觉得我不配拥有好的。 如果时间回到十年前, 我也是个散发着香味, 手捧书本, 被人注目的青春少女。 而不是现在整天浑身酸臭, 儿子回来了要给她洗衣服, 老公回来了要给她做饭, 还到处被挑剔的大妈, 原汁原味的视频就这样发了出去。 发完视频, 我利索地上网申请离婚。 回到家时, 晚还在池子里, 原模原样。 父子俩边打游戏边吃垃圾食品, 就好像完全没收到离婚申请短信一样。 或许他就是拿捏我无依无靠, 觉得我虚张声势。 有他爸撑腰, 儿子挑衅般拿出辣条, 一大口塞进嘴里。 明显等着我, 则被他辣条不干净, 再被他的降嘴气得七孔冒烟。 可我只是无视。 路过他时,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 他有些意外地盯着我。 随后又大声说, 我妈呀, 那是没有公主命, 却有公主病, 一个孩子居然能对自己母亲说出这样诋毁的话。 谁受得意我自然清楚, 两个人游戏打了几个小时, 从我回来就没停过。 房子里都是两个人打游戏时候的吼叫声, 好爸爸交出来的好儿子。 这位好爸爸更不会管老师在群里啊我俩, 公开批评儿子家庭作业一个字都没写。 到了饭点, 两个人时不时回头看我的反应。 我在一旁跟闺蜜包电话粥, 完全无视。 一会儿两个人肚子就不停地咕咕叫。 我跟闺蜜详细讲述了中午的牛排有多好吃, 今晚我俩约着要去哪里嗨啼。 林郡扯了扯作得麻木的腿, 阴阳怪气我, 你妈还在那儿做公主梦呢? 她接了个电话, 就要匆匆往外赶, 还不忘跟儿子炫耀。 果然远离扫把星就要走运, 你爸我最近很得经理赏识, 成为主管候选人了。 爸爸去加个班, 你先在家一个人玩, 七, 儿子在家饿得坐不住了。 最后他在冰箱里到处翻, 翻出了一袋水饺, 一锅饺子煮成面糊之后, 他打通了婆婆的电话。 奶奶, 水饺怎么煮啊? 对啊, 我妈不给我做饭, 只顾着偷懒, 饿死我了, 以往儿子只要搬出婆婆, 孝顺的我总会里让三分, 如今他觉得还能继续拿捏我。 我拳头紧钻, 上前一把夺走了他手中的水饺, 他还降着头跟我争。 我又不让你做, 你凭什么抢我的水饺? 这水饺是我包的, 原料也是我买的, 你不知道我赚钱辛苦吗? 用我的钱买的东西你不准吃, 儿子鼻孔大张着, 声音也因为愤怒变得粗重。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自己儿子都不给饭吃, 怎么? 同样的话, 他说我可以, 我说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你不配吃啊, 要么自己挣钱自己花, 要么找你爸去, 别指望我, 你怎么这么记仇, 真自私, 哪有妈不伺候儿子的? 呵呵, 妈妈都是大冤重, 妈妈就是活该世吧。 我没有记仇, 我要是在外当保姆, 照顾你这么大的孩子, 最低一个月也得一万吧, 结果我却一分钱也拿不到。 你还嫌弃我不配, 想让我伺候你, 拿一万块钱来, 他扯着嗓门, 你以为我稀罕你照顾我呀? 我也一样。 你以为我还稀罕做你妈妈?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 拿起手机一看, 傻眼了。 满屏的九九家, 由于视频里高端的酒店背景和我寒酸的打扮形成鲜明对比, 一下子触动了很多人的心。 粉丝猛涨一百万, 吃牛排的视频点赞突破三百万, 浏览量四千万。 一百万啊,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我不到一万粉丝时赚的都能补贴家用, 这一百万的账我不敢算。 评论区炸开了锅。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结婚前, 我是都市白领, 结婚后, 我被埋在琐碎里面, 生完孩子体重猛增三十斤, 老公还嫌弃我, 同学聚会我都没时间去, 可我孩子居然还对我说, 妈妈不漂亮。 婆婆不帮忙, 老公不顾家, 我好像是自己嫁给了自己, 还要伺候一大家子, 大量共情的评论, 夹杂着后台私信我合作的商家们。 出嫁一个比一个高, 是我之前接的小广告的几十倍。 我理了理情绪, 一一着手联系, 同时开始阅读粉丝们给我出的主意, 和我的想法大致相同, 果然金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之后拍视频, 我都觉得动力满满, 每天记录着自己的新生活。 僵持的这段时间, 父子俩一直都是吃外卖, 泡面。 一开始儿子泡面吃得香喷喷, 到后面, 看到泡面都直打呕。 他们终于意识到, 脏衣服扔在那里, 不会自动洗好, 晾好。 家里纸巾没了, 他们宁愿重复利用同一张, 都不愿意去买。 儿子已经是第恩赐, 回家不写作业, 只守他。 我始终无动于衷。 这些年来, 老公也是这场失败婚姻的始作俑者。 在教育上, 他总喜欢充当好人角色, 让我扮演那个恶人。 儿子面前, 他总是说自己劳苦功高, 说自己养家不易, 只字不提我的艰辛。 当我在辅导儿子作业被气得吼叫时, 他总是好心地护着儿子。 你这样逼着他干什么? 我儿子只要快乐就行了, 你让他玩会儿, 怎么了? 成绩出来后, 他又扯着嗓子责怪我。 你辅导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成绩还这么差? 我不让儿子吃垃圾食品, 他就拉着儿子去夜食摊。 孩子喜欢, 吃一点怎么了? 儿子肠胃炎住院时, 他还是怪我。 都怪你让他吃些乱七八糟的视频收益提现时, 我规划带儿子去迪士尼游玩。 全程, 我就像个跟家保姆, 忙攻略, 拿东西, 付钱。 可儿子却抱着邻居说, 谢谢爸爸带我来这里玩, 我以为是我自己太计较, 太小气了。 直到有一次, 我不小心割破了手, 那是我唯一一次求邻俊帮我洗一下碗。 邻俊不去, 便使唤儿子去。 儿子不情不愿, 邻俊还在旁边添油加醋。 你妈妈体验到了不用刷碗的快乐, 她下次还会故意割破手呢? 这是人话吗? 我心如刀割。 托她爸的福, 孩子成绩只在中等水平。 这还是我日夜辅导, 给她报各种补习班的成果之下。 我每天骑着电动车, 风雨无阻地接送, 没获得她一点点尊重。 她爸开着车偶尔接一次, 她便感恩戴德。 反而说, 这都是我爸的功劳。 你做什么了? 确实, 我就该什么都不做。 打开手机, 我把还没开班的补习班退了。 把在上的兴趣班老师微信 推给了邻俊, 然后全部拉黑。 你儿子说我没在学习上 帮过他的忙, 都是你的功劳。 所以现在起, 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 你也做好自己该做的。 以后儿子的学习, 我一丁点心都不会操, 邻俊只换回了我一句, 邻丹丹, 你还要抽多久的疯? 抽疯的是以前的我。 抽疯了才会去做全职主妇。 这几天, 饭我自己出去吃, 只洗自己的衣服, 睡觉在客卧。 儿子的脏衣服 已经换着穿了好几天, 臭袜子差一点 就能直接立起来。 倒是邻俊每天给自己买新衣服, 还喷上了香水。 最近他特别注意自我形象, 每天都识多得像新郎似的。 我还未多想。 我不相信这样的爸爸 能真的对儿子好, 可他儿子相信。 他们都觉得我只是一时之气, 冷面保姆总有心软的一天。 可惜我再也不会了。 今天下了点雨, 一直到下午, 雨都没停过。 兴趣般的老师微信被拉黑, 儿子就拿老师的手机一直 给我发短信。 你又在偷懒是吧? 这么大雨都不来接我, 你还是我妈吗? 能有妈像你这样的? 你是想让我淋雨生病吗?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等我长大了, 肯定不认你这个妈, 小小年纪, 爹位十足地发炎。 好惨啊, 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去美容院冲个卡, 做个spot, 再美美泡个温泉。 这个老妈子, 我算是做够了。 这一操作, 直接给网友们爽翻了天。 这是儿子该对妈说的话吗? 生他还不如生个叉烧, 就这样, 姐妹。 我的互联网乳线终于疏通了, 亲生的儿子只顾心安理得的使唤我, 倒是资助的孤儿院女孩 若美给我打来电话问候。 阿姨, 最近天气变冷了, 您注意身体。 我又拿了班里的第一名, 自从阿姨开始资助我, 我每天都在进步。 这都是阿姨给我的鼓励, 等我长大了, 一定报答阿姨, 其实我资助的钱并不多, 比起为儿子花的九牛一毛。 一个陌生人感恩戴德, 可我的儿子却狼心狗肺, 还唯一的儿子,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我脑海。 若美, 你想做阿姨的女儿吗? 回到家时, 儿子怨气冲天地坐在沙发上, 全身湿透。 全家唯一的宝贝被淋成这样, 那肯定是要做一番的。 邻俊马后泡地一边拿毛巾擦他头发, 一边骂我, 都怪你, 儿子都淋成这样了, 真好笑, 自己的责任倒是隐身了。 那你怎么不去接呢? 儿子也跟着对我, 我爸工作忙, 不像你, 嫌出屁也不来接我。 笑话, 他早就下班。 林俊美好气地说, 因为你, 孩子今天上学都迟到了, 真好笑, 怎么我之前照顾他的时候就不迟到, 你照顾就迟到了。 照顾孩子不是很简单, 很轻松吗? 这么简单的是, 你怎么带的孩子, 他将手中的毛巾一扔, 一副反倒是我无理取闹的口气。 好。 我错了行了吧, 我已经跟孩子说过你在家挣钱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甩手进了书房。 看来等着正常离婚程序, 根本行不通了, 必须找律师, 尽快解决离婚的事。 儿子一直觉得他有今天, 都是林俊的功劳。 可冷战的这几天, 林俊对他几乎都是漠视。 一向精致白皙的儿子, 身上开始散发酸臭味了。 我抓住了流量, 把我在家里的遭遇持续更新发在网上, 每天粉丝都几十万几十万地涨, 现在都快三百万了。 粉丝们不反感我打广告挣钱, 天天都在评论区喊后续, 浏览量超额完成, 来找我打广告的商家越来越多。 看着手机上七位数的余额, 我感觉一切好似一场梦。 一开始我坐自媒体的时候, 没一个人支持我, 都觉得我是在胡闹。 婆婆还挤眉弄眼地指责我, 有那时间拍拍拍, 还不如多干点活, 在他们眼里, 我的价值就是干活。 我偏不, 不听老人言, 报复在眼前。 为了不让他们耽误我拍摄, 剪辑, 我在外租了房子。 虽然不大, 但清静。 我打算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出去。 刚进门, 儿子摩擦着鞋底摸到我身后, 低着头扭扭捏捏。 对不起, 我错了, 声若文盈, 实在勉强。 她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不。 她这是没人伺候了, 想哄回我这个保姆。 况且过段时间, 又要还房贷了, 邻俊还想我出钱贴补家里呢? 好想的算盘。 我伸了个懒腰, 回过头对她说, 想让我原谅你。 你配吗? 你不配, 或许她以为她稍微低下头, 我就会又跟以前一样, 心甘情愿地当老妈子。 可惜她失算了。 气得直姿牙的儿子, 静止进了邻俊房间。 很显然, 这是父子俩合伙算计我呢。 我都已经开始新生活了, 这俩人还以为我是拿架子, 闹脾气, 企图孤立我。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儿子在学校说我不管她, 天天在外面鬼混。 邻俊在街坊邻居面前 会声会色地指责我如何不贤惠。 他们不要脸, 我更不要。 白天我就继续更新日常, 晚上我才腾出时间, 一点点收拾自己的东西。 推门时, 门没锁。 我没料想婆婆会出现在家里。 她靠在沙发上, 一边抠脚一边打电话。 阴阳怪气道, 有些人就是没良心啊, 要不是我儿子供养着她。 她一个女人, 怕不是要出去讨饭吃。 真是好日子过多了,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真没见过哪个妈会把自己儿子 饿得嗷嗷叫, 还配当妈妈? 父子俩僵持不过我, 就把婆婆叫过来了。 邻俊真够没重的。 儿子从沙发上窜起身, 对着我电摇。 臭婆娘, 你不配当妈? 从哪儿学的垃圾动作我不知道, 但我不想再教她做人。 她想当畜生, 就随她。 我直接无视。 婆婆见我不接招, 便挂了电话。 她双手一摊, 跟我要钱买菜。 本来不想费口舌, 但这是她自找的。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不配当她妈, 所以谁爱当谁当。 我不花你儿子的钱, 家里的开销我也不会再出一分钱。 别再找由头骗我的钱,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给你一百, 九十你都拿去给女儿了。 你一个做婆婆的, 该帮忙照顾孩子的时候装病, 孩子大了来装好奶奶。 人家练武的剑找你, 都得惊叹一句, 好剑, 真是好剑啊, 她又气又噎, 直捂心脏。 你敢骂我, 我呵呵呵, 别说当面骂你了, 你要是听不清, 我还能克你背上, 她瞬间被我对得瞳孔地震, 那两片又老又刻薄的嘴唇上下, 翻飞。 你那撒瓜俩早, 谁稀罕啊, 我儿子是有大出息的人, 就是, 到时候我爸一脚把你踢了, 让你滚, 井底直挖, 何必多言。 我刚准备去搬第二趟, 却发现她带着儿子匆匆下了楼, 开门时, 才发现要是怎么也打不开门了。 仔细蹲下身一看, 原来门锁早被换了。 我打婆婆的电话, 过了好久她才接, 回来开门, 你叫唤什么? 这些年都是我儿子还房贷。 这就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当我们这里是免费旅馆, 免费饭店了, 原来这些年, 林俊一直坚持由他还房贷, 是打的这个算盘, 发忙一个, 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管你那么多, 他们治不了你, 我还治不了你吗? 说完电话便被挂断。 我气得要死, 视线却突然撇到楼道的小广告。 没多一会儿, 房道门厂家便搬着房道门上来了。 这门结实吗? 您放心, 三天内, 要是他们能搞定, 我全额退款,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一大家子回来前, 房道门安装就绪。 我为这个所谓的家付出了八年, 落得这个下场。 不过, 我不稀罕了, 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面对镜头, 我兴奋地向粉丝们展示我的战绩。 直播间里沸腾不已, 粉丝再次哗哗往上涨。 在外面一连住了几天, 手机上不是邻居的谩骂短信, 就是婆婆的电话。 大致就是门被换了, 他们进不去, 锁也打不开, 害得他们住了几天宾馆。 儿子还因此感冒了。 那看来, 这个钱是花得值了。 我再也没有繁琐的家务了。 晚上泡完花瓣浴, 躺上柔软的床。 这才发现手机上又有那么多个未接电话。 正准备喝杯牛奶, 邻居的电话又打来了。 我心情好, 接了。 你这个妈怎么当的? 这次月考, 儿子的成绩下降了十几名。 班主任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不是没打到我这里, 只是我根本没接。 我逼着儿子学习的时候, 他带着儿子打游戏, 出成绩的时候, 找我干嘛。 他只要守住塔不就行了。 明天家长会, 老师要求必须父母去, 你记得过去, 很重要, 你别忘了, 我抿了一口牛奶。 邻居, 我俩已经在走离婚程序了, 你的意思是, 儿子的抚养权给我。 是吗? 看中家族血脉的邻居果然炸毛。 儿子是我老林家的根, 怎么会给你? 跟着你受罪? 你只要一天是我媳妇, 就得给我家干活, 正好, 我也没打算要。 很快就轮到你老林家的根, 没爹没妈了。 你说什么? 曹你马的, 你再说一遍, 没等他骂完, 我就将电话一扔, 头伸到软软的大床中。 以前我每天做家务累得要死, 累成那样, 晚上居然还会失眠, 脑海里全都是曾经年轻的自己, 现在一个人倒睡得香了, 林家不仅吞噬了我的青春, 还想腐蚀我的灵魂, 想都别想。 与此同时, 我也意识到抚养权的问题。 我自然是不想要那个白眼狼的, 可是不要抚养权就意味着要给抚养费。 依那父子俩的脾性, 必定死缠烂打, 狮子大开口, 我必须想办法。 第二天, 我睡到自然醒, 不用定早起的闹钟, 不用顶着熊猫眼做早餐, 一边被儿子嫌弃难吃, 一边还要给他披上外套, 怕他着凉。 睁眼时, 已经下午一点半, 意料之中, 满屏都是未接电话, 都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 按理说, 我不去, 邻居必定会去。 老师一直联系我,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他联系不上邻居。 我原本不关心他去哪儿的, 好奇心作祟, 我打开了高德地图。 未撕破脸前, 我俩开玩笑地给对方绑定了家人地图。 绑完后, 我俩都把这是忘了。 可当我打开地图时, 傻眼了。 他的定位显示在附近的一家高端情侣酒店, 一间房上千块。 为什么这么贵? 自然是因为里面出了名的设备齐全。 天空已经下起了小雨, 一刻没耽误, 我来了辆出租车直奔酒店。 车辆停在酒店门口, 静等的过程中, 我一直盯着地图。 约莫十分钟, 林俊搂着一个看着四十多岁的女人走了出来。 我抓着裤腿的手骤然一紧。 那个女人我在林俊公司的团建照片上见过, 正是她说过的公司女经理杨成。 两个人有说有笑, 不时还互相摸一把。 怪不得, 怪不得她说自己经理赏识她。 原来赏识到床上了, 看两个人的样子,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我说, 为什么不去陪儿子, 原来是在这里造儿子。 以往, 每次她说的加班, 肯定都是去陪小三了。 所以, 全职主妇的下场是什么? 就是与世界脱轨, 活该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游着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吗? 这个杨成明知道他有家庭, 还非要插一脚,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真的很想现在就冲下车, 给他俩一人一巴掌, 手都搭在门把手上了, 又缩了回来。 一抹笑容攀上嘴角, 我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证据? 我拿出手机, 便录下了这辣眼睛的一幕。 邻俊啊,邻俊, 这可是你送上门的把柄。 当然, 我没有选择直播出去 让他直接身败名裂, 因为我另有所用。 以防他们生疑, 我回了趟家, 正巧碰到刚放学的儿子, 他对着我狠狠翻了个白眼, 就好像面对他的人, 不是生他养他的母亲, 而是仇人。 都怪你, 今天全班只有我没有家长来, 丢死人了, 要你有什么用, 我冷冷一笑。 说得好像你只有妈一样, 邻俊搂过他的脑袋, 护小崽子似的。 我忙着加班, 忙着赚钱, 可是你呢, 平日里无所事事, 我都跟你说了, 让你去参加家长会, 你还不去, 这不是故意的是什么, 婆婆在旁边翻着三百眼, 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妈, 呵呵, 我差点就信了。 我打开微信, 将手机屏幕摊在所有人面前。 视频里, 林俊和杨成从情侣酒店里出来, 林俊的大手还使劲地 在杨成塌陷的屁股上揪了一把。 林俊, 你够可以啊, 婚内出轨, 婆婆瞪大了眼, 几乎将眼珠子粘在了手机上, 随后看了林俊一眼。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下让他拿住把柄了, 原来他都晓得呀, 合着母子俩都心知肚明, 只瞒着我一个人。 最让我寒心的还是儿子, 原本想着他会有什么反应。 可他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甩下书包就打开了游戏。 所以, 你作为我的儿子, 知道你爸出轨, 你也瞒着我吗? 他得意地吐着舌头。 杨阿姨有钱, 给我买很多辣条吃, 你算什么? 你什么都不给我, 呵呵, 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什么母子怜心啊? 关键时刻, 他只会共情他那个爸爸。 林郡眼见所有人都向着他, 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杨成虽然离异了, 但是他没有孩子, 而且日后还能提携我当主管。 你能帮我什么? 你除了会花我的钱, 其他什么都不会, 既然他有你说得那么好, 那他凭什么又嫁给你一个凤凰男? 一句话刺痛了林郡的心。 他瞪着眼, 就好像要把我杀了。 儿子在游戏里刚刚死亡, 抽出空来又对着我电摇。 你不是我妈? 爸, 你再娶一个有钱的新妈妈。 有一个算一个, 你也一样, 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我强忍着心里的那股恶心, 坐到沙发上, 开门见山。 如果我现在去你的公司拉横幅, 你猜公司会怎么做? 林郡脸上的得意表情瞬间停滞, 你想做什么?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我摇摇头, 我不会乱来, 我只有一个要求, 婆婆脸上警惕满满, 别想惦记我儿子的钱和房子, 谁稀罕这间老破晓, 我赚的钱足够买一个更大更好的, 是我该访你们才对。 我只想领养一个小姑娘, 而且不需要你花钱养她, 我自己出钱, 林郡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啊, 只要是我在付出, 她根本就不关心事情本身是什么。 就像这个家一样, 所以我很期待脱油瓶儿子的下场。 第二天, 我办好了领养手续, 第三天, 我就跟林郡去了民政局。 离婚现场, 五个人。 我和若美手牵手, 颇有种相依为命的劲儿。 杨诚搂着林郡简直撒不开手。 儿子一见杨诚, 比亲妈还亲。 杨诚还许诺儿子, 离完婚就带她去吃话来试。 儿子欢天喜地, 当着所有人的面喊杨诚妈妈。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若美牵着我的手, 声音小心翼翼。 阿姨, 不, 妈妈, 是因为我才离婚的吗? 对不起, 我蹲下身捧起她的脸。 不, 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新生活才离婚的, 杨诚全程催着林郡快点离。 因为有两个孩子, 不存在抚养权和抚养费的争议。 林郡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挣了钱, 说看不上我那撒瓜俩枣。 他生怕被我拖累, 还特地写了协议书。 协议书约定, 互不干涉财产, 离婚后女儿归我, 儿子归他, 两个人互不索要抚养费等任何费用。 离婚证盖完张那一刻, 林郡松了好大一口气, 你和那个领养的孤儿, 这辈子别想连累我, 老子解脱了, 我将若美护在身后。 他不是孤儿, 是我女儿, 刚拿完离婚证, 林郡和杨诚就迫不及待地领了结婚证。 看着儿子那欣喜若狂的样子,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我做牛做马都落得如此下场。 不是亲生的, 那女人是否真的会母子连心般地对他好呢? 走出民政局时, 若美帝小手扯了扯我的衣角, 我刚蹲下身准备听他说什么, 他不一口亲在我脸上, 谢谢妈妈, 我的心瞬间暖化了, 这不比那个白眼狼儿子好吗? 我怜爱的在他圆嘟嘟的脸蛋上也亲了一口, 儿子健壮还在那儿撅着嘴嘲讽呢。 下一秒, 两个笔熊还壮的孩子从角落走了出来, 看见杨诚就喊妈, 林郡愣愣住了, 儿子也愣住了。 我停住脚步在旁边看戏, 林郡想质问又不敢大声, 他们怎么喊你妈, 你不是只是离异吗? 杨诚嘻嘻嘻哈哈, 哎呀, 咱们有钱, 又不是养不起, 我这两个儿子可听话了, 多两个儿子不更好吗? 无痛当爹, 哈哈, 笑死了, 无痛当爹, 估计林郡还以为自己算计了别人呢, 结果人家把他骗得酷茶子都不剩, 杨诚摇晃着他的胳膊, 等回公司, 我告诉上面, 主管就内定是你了, 林郡这才展露笑颜, 完全不管在一边的儿子。 儿子嗲嗲地开口喊杨诚吗? 杨诚的大儿子不讲武德, 偷袭, 狠狠一掌, 便把他推得飞了出去。 软饭男的儿子, 凭什么喊我妈? 你配吗? 儿子的头磕在硬地板上, 疼得外一声哭出来。 我差点就笑出了声, 原来这就是风水轮流转啊, 恶人自有恶人魔。 林郡看了一眼, 怕周围人看笑话, 不耐烦地催促儿子。 快起来, 人家都看着呢, 儿子委屈巴巴地等着爸爸撑腰。 爸爸他打我, 林郡没底气地瞅了杨诚一眼。 杨诚的面色已经很明显了, 谁也别想动他儿子。 这个别, 儿子吃定了, 况且以后日子还长呢。 别矫情了, 赶紧起来, 儿子有些发愣。 这和以前百一百顺的爸爸可有点不一样。 见我也在旁边看着, 林郡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别看了, 从此你就失去了一个潜力股, 哭去吧。 看着手机里浮化自媒体基地的投资人发来的合作消息, 我笑了。 真不好意思, 他要是潜力股, 我就是既幽股。 离婚后, 我开始拼命工作。 先是贷款买了一套写字楼, 招募能人闲适。 从一开始, 日夜对着手机直播解答情感问题, 到孵化出无数个能带货的自媒体账号。 事实证明, 女人的精力付出在家庭中有可能颗粒无收, 但付出在事业上就一定会有超额回报。 一个月, 我就赚到了实实在在的五百万。 一日, 我拉着若美去了4S店, 喜提一辆帕拉梅拉。 一开始, 若美还有些不好意思, 最后还是我把她抱上了车。 车子从别墅区一路开进了拥挤的小区, 最后停在了邻居曾经的单元楼前。 一路上碰到了不少熟人, 无意不对我的改变侧目。 我不再是为了给家庭省钱, 而拉里拉他的家庭主妇, 而是开着帕拉梅拉的商界精英。 不好的揣测也有, 大家议论纷纷。 怎么刚离婚就这么有钱, 莫不是勾搭上老男人了, 真是贤贫爱富啊, 听说儿子都不要, 要了一个领养的女孩, 莫不是她的私生女啊, 懂事的若美见人就扯着脖子跟人家争论。 这都是我妈凭自己本事赚的, 是邻居不识好歹, 出轨, 抛弃妻子, 是妈妈好心资助领养我, 我不是私生女。 再说我妈妈, 告你诽吧, 看吧, 选若美是多么机智的选择。 我尽心尽力地对她好, 她懂得感恩, 这才是正常的家庭关系。 车子刚停好, 儿子正好背着书包出门。 很显然, 邻居又没送她, 五六公里的路她得自己走去。 我打开敞篷, 扬起闪闪发光的美甲。 哈喽, 假儿子, 他见到我, 第一反应是将车子打亮了好久。 随后呲笑一声, 真是虚荣, 还租个车过来, 我扎了扎嘴。 假儿子就是假儿子, 我女儿都财富自由了, 你还自己去上学呢? 来, 若美, 告诉她, 你现在在哪儿上学? 若美昂首挺胸, 十分骄傲地说, 我妈给我报的是最贵的国际学校, 我还有保姆伺候呢, 那语气, 足够寡烂儿子的心。 她转过身, 疼疼疼地就往楼上跑。 去吧, 去跟那个老太婆告状, 不然我怎么找那个渣男算账。 送完若美, 我一脚油门就去了公司。 公司最近接了一个直播合作, 是帮一个规模较大的日用品公司做直播带货。 对方很重视, 特地派遣了高层视察直播效果。 我也没让他们失望, 一进直播, 直播间里在线人数飙升到十万家。 为了营造出真实的效果, 我把直播间布置得像一个普通的房间, 特地清出了其他人等, 让他们在隔壁房间盯着直播现场。 我手里拿着产品, 娓娓道来, 耳朵却一直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果不其然, 嘈杂声不一会儿就响了起来。 砰, 一声, 大门被踢开。 婆婆站在门口, 凶神恶煞。 儿子和林郡紧随其后, 林郡将离婚协议书趴得扔在我脸上。 好啊你, 林丹丹, 原来你还隐瞒财产, 你赚了这么多钱, 居然一分都不给我们。 婆婆咬着牙恨恨地看着我, 对, 给我们一千万, 不然我们不愿意。 儿子吐着舌头, 臭婆娘, 叫你嘚瑟。 给钱, 我冷笑一声, 掏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了我辈分的协议书。 特地对准了在线人数 已经陡然增到了十五万的直播间。 好让他们看得清晰。 林郡, 当初可是你怕我拖累你, 才逼着我签下协议的。 你现在来讹我干什么? 林郡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当初签协议是怕你曝光我出轨扬城的事, 不然我才不跟你签。 你还真是会算计, 漂亮, 我可遵守了诺言, 没有曝光他出轨, 是他自己曝光的。 要说算计我可比不过阳扬城, 他明明有两个儿子, 还骗你说自己没孩子。 说到这里, 林郡恨得牙痒痒, 表情轻蔑。 等他暗箱操作, 把我弄上主管位置了, 我照样一脚, 把他踹了。 林郡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一向自负, 什么三十的男人一枝花, 三十的女人豆腐渣, 这都是他的名言。 直播间炸锅了。 卧槽, 这男人也太渣了吧, 追了姐妹的后续这么久, 居然还有这么劲爆的内容。 姐妹,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知道那个杨承是谁, 好像就是主播带货的历史公司的员工, 终于有明白人了。 而此刻, 毫无所知的林郡还在和婆婆围在一起, 觉得一千万的赔偿要得少了。 殊不知, 隔壁房间的高层早就黑了脸。 他们不制止直播的原因, 是热度实在是高, 给他们带来了超高的曝光度。 而线下, 处理公司舆论倒成了他们最焦头烂额的事。 婆婆三脚眼一转, 嘴皮翻飞。 五千万, 少一分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冷笑着, 是吗? 我缓缓拿起直播手机。 粉丝们, 你们说我该不该陪, 林郡这才发现, 原来我在直播。 自媒体时代, 直播就是最直接的审判。 她还未来得及震惊, 手机响了起来, 接听十秒之后, 她面色俱变。 婆婆还在得意地盘算着拿到钱要如何潇洒, 林郡推了推她, 妈, 我的工作完蛋了, 我的婚姻也完蛋了, 这一波操作下来, 蹲后续的粉丝更多了。 我眼看着粉丝数量奔着五百万去了, 原来, 这就是颇天的富贵啊。 不枉我这一番设计。 历史高层的一个电话, 公司先是找上了杨成。 杨成长红着脸看完了回放, 看着林郡得意洋洋的自爆, 再炫耀着如何将他一脚踹了。 他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全网粉丝都在关注两个人的处理结果, 历史公司的客服电话几乎被打爆。 应粉丝的要求, 我跟着去了他们公司拍摄后续, 最终双双辞退。 高层办公室里, 杨成生泪涕下, 这是个误会, 你不能辞退我们啊。 我们刚刚卖了房子搞投资, 要是没了这份工作, 我们资金链立马就断了。 房子不仅赔进去, 还欠了好多高利贷呀, 它是尽倒了夏林郡, 林郡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 他却是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丹丹, 我错了, 我之前都是被他蛊惑, 这才鬼迷心窍, 丹丹你原谅我, 杨成震惊地回头。 林郡, 你这样被刺我是吧? 明明就是你先勾引我的呀, 小两口要吵回家去吵。 哦, 忘了, 他们没有家了。 我掏了掏耳朵, 漫不经心。 关我什么事, 我公司还有事要忙, 说完我示意了一下历史公司的高层, 记得打尾款, 人是马不停蹄地 给两个人办了离职, 生怕火烧到他们身上。 听说两个人被保安拖出公司的时候, 还打了起来。 如他们所说, 他们抵押的房子很快就被查封了, 杨成有房子, 但不给他们住。 前婆婆和儿子不仅被撵到了大街上, 还被杨成儿子狠揍了一顿。 林郡因为债务到处躲, 完全找不到人影。 之前儿子说的确实没错, 杨成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道大菜, 因为他买的便宜玉制菜, 他根本就不会管他们健康不健康。 前婆婆长期吃下来, 因为黄曲霉素, 大肠杆菌积累, 中毒直接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 杨成还想办法要告我, 索要一大笔赔偿。 虽然他没理, 但是纠缠起来也够麻烦的, 必须得想办法, 一举打得他再不敢作妖。 正当我困恼时, 儿子找了过来, 说是要立功。 他鼻青脸肿的, 牙也掉了两颗。 那个贱女人之所以那么有钱, 是因为他挪用公款。 贱女人给自己儿子吃好的, 天天让我吃剩菜, 还打奶奶。 他还打算告你, 让你赔钱有意思了。 我打通了历史公司高层的电话, 他们迅速展开调查, 这才知道公司存在这么大的漏洞。 杨成挪用公款, 林郡不可能不知情。 况且他因此欠下那么大一笔高利贷, 他这一辈子就别想见天日了。 报完警, 儿子还想向我邀功。 妈妈, 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流落街头了? 我也要当少爷, 我也想坐豪车, 我是你亲儿子啊, 我把玩着桌子上的文丸。 叫谁妈妈呢? 谁是你妈妈? 你配吗? 有困难, 找警察好吗? 直到他被保安拖走的时候, 还在嗷嗷叫。 杨成被抓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他被带走调查, 资产也被冻结, 免费饭算是吃定了。 辗转几个关系, 我联系到那些追高历带的, 交代他们要是发现邻郡, 不急着逮, 打一顿, 放跑他, 然后继续盯着。 我要让他这一生都活在惶恐之中, 一如曾经被抛弃的我。 前婆婆出了院, 只不过落了个偏瘫的毛病。 儿子没办法, 跟着前婆婆回了乡下。 他从两万一年的小学, 转到了乡下小学。 听人家说, 他平日里不仅上完学, 要回去喂猪, 还要给那个偏瘫的奶奶擦屎擦尿。 混成流浪汉的邻郡被追高历带的发现, 打断了腿, 然后又开始了他的逃亡。 下一次, 他们准备打断他另外一条腿。 网友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纷纷直呼爽翻了。 经邻郡这一闹, 我还上了社会新闻。 媒体全都称赞 我是宝妈的逆袭。 其实, 我更想听到的 是女性的逆袭。 有了这些热度, 我的自媒体事业 也跟着更上一层楼。 脱离了不健康的家庭氛围, 我干什么都得劲儿。 很多在家全职带娃, 又被家人嫌弃的女性, 在我的指导下, 走上了自媒体经济独立之路。 回首这段时间, 就像做了一场梦。 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工作一天回到家, 发现若美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 我心疼地捧着她的脸亲了一口。 好宝贝,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怎么还给妈妈做饭? 还这么香? 你要馋死妈妈呀! 若美嘿嘿笑着。 因为妈妈上班很辛苦, 若没想对妈妈好, 我拉起她的手。 从此, 我再也不是那个什么都不配的妈妈了。